中秋節要到了 我特別代表行政院來到張院長的府上提早祝賀中秋 並且向張院長請益國事 我們都非常清楚 過去陳水扁總統任內張院長曾經兩次出事 而且政績都非常好 張院長非常肯定行政院目前以拚經濟為優先這樣的政策 同時張院長也特別表達了 從2008年之後 他並和夫人利用教會的資源 在監獄、在看守所 關心菸毒犯 也照顧菸毒犯的家屬 特別剛剛夫人也分享了 他們是如何來進行 他們會代表菸毒犯到家裡 關愛他的小孩 傳達了菸毒犯對孩子的關心 同時呢 也再一次把小孩子 對菸毒犯父母的關心 也再次傳達到監獄或是看守所裡面 其實這樣的事情 去建立家庭之間的橋樑 等未來他出獄之後 家庭功能的再度重建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我也會以社會安定 作為市政的優先工作 那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菸毒的防治 我一定會落實新世紀的防毒策略 我會結合行政院的法務部 內政部 海巡署 以及地方政府 首先是阻絕毒品於境外 做區域領防的工作 另外呢 我們也會加重行者 也會加強茶器的工作 當然也會做好防治毒品各種宣傳的工作 讓毒品可以不必在校園犯爛 那麼也可以更進一步的保護社區的安全 讓國人在台灣這個寶島上生活的時候 可以安居樂業 未來我們會持續加油 好 謝謝大家 謝謝